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给我们做讲座的两位嘉宾 然后我呢 我叫黄碧昕 然后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这次讲座 这次主要的讲座呢 主要是因为他们今年有几个喜欢爱好旅游的人 又喜欢摄影的人到了东非去参加这个旅游 他们呢 这次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难得的比较 就是说这个澳大利亚离非洲也比较远 中国离非洲也远远 所以呢 他们就把非洲的这些东西带到这里来过来 然后今天晚上的这个讲座呢 我们希望能达到几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说 跟大家分享他们拍摄的这些照片 提供我们一个视觉上的享受 第二个呢 就是他们呢 是因为是身影其景啊 所以呢 他们就在那里有好多感想啊 也会跟我分享 第三个呢 就是通过他们的这种 绘声绘色的描述啊 可能也要把我们这个叫什么 这个心也集中起来 可能呢 我们也会想这个理由 所以呢 他们会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们是怎么去的 为我们下面要准备去的人呢 啊 就走好了路 然后我们就跟着走 那今天晚上要准备介绍的人呢 呃 一个是王一彩 所以说一彩一彩一彩 我因为才发生车祸 所以 麻烦洪玉帮带我帮我讲 因为一彩一彩呢 他这个叫胡姓呢 就特别发生个车祸 然后呢 他呢 他也准备了很多东西 然后呢 请那个洪玉来讲 哈哈哈哈 洪玉也去了 嗯 洪玉也去了 洪玉也去了 洪玉是我们团长 对 请洪玉代讲 然后呢 这个一彩呢 他去 他这样说 他写啊 他说是 旅游呢 是他年轻时候的爱好 然后旅游的时候呢 有衍生出来了一个另外一项目 就是喜欢摄影了 然后呢 在摄影的时候呢 他又喜欢写游记 所以呢 就变成了 有衍生出另外一个专业来 就变成了一个旅游的作家 还有一个哲学家 哈哈哈哈 不会啊 那 现在给你们分享一个 他写的一句话 很有意思 他写的 他就说 什么是旅游 旅游的这个真谛是什么 就每一个人的理解 他个人的理解呢 就是换个地方 换个态度 去体验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在时间和空间中 拖宽自己的见识和感知 所以每一次的旅游 旅程啊 都让我觉得自己闯入过 去做另一个不同的人生 去窥探过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太有深度了 太有深度了 真的 所以这个是他的真理 现在呢 介绍那个洪玉 洪玉呢 当然就是 他是 上次在他做讲座的时候 可能呢 他都给你们介绍了 怎么样买股票 买这个什么 矿业的股票 所以呢 现在我们大家准备好 赚好钱 就准备去旅游世界 现在呢 他去把这个什么 去过非洲 去了两次 然后呢 现在准备要去第三次 所以我现在给你们预告一下 这个洪玉下面的这些计划 如果说能够搭上他的这个快车 然后一起走 你看他准备是什么呢 说他明年他准备去南京 OK 然后呢 他要走遍世界的新奇大奇迹 他现在呢 已经留下了 在两个奇迹的上面 留下了足迹了 所以呢 他现在准备到第三个 然后第四个 第五个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等着那个洪玉 所以每次去这个新的奇迹都跟我们分享一下 然后 洪玉呢 已经是第二次 这次讲的 要是第二次的 最后我就把这个讲台留给洪玉 来跟我们分享这个 去东非的这次经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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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玉 在讲之前呢 信息完词 我再谢谢 谢谢别人一下 首先 再谢谢呢 就是这个 就是什么 刘广博士 是不是 这个 北家讲台 这是第二次叫我来 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所喜欢的事 因为第一次像那个 黄一说的 是讲我的专业 这次讲的是我的爱好 所以就非常感谢 给这个机会 第二次呢 你谢谢咱们王一彩 王一彩 刚才他是我们的大秘书长 所以他 我们这个上东卫呢 他是出了很大力 这次呢 这个讲座呢 原来是我们两个一部 两个一起见的 所以呢 前面呢 待会儿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都是他准备的 然后后面呢 是我准备的 所以他是 菲拉很大的心血在这里头的 第三次呢 谢谢大家 大家也很忙的 你看 大家都真 抽着宝贵时间来 来这里听我们的 这个 一些非洲的分享 在讲之前呢 我就问一下 可能现在是 都谁去过非洲呢 我去过南非 哦 你去过南非 南非 我去 还去过北非 我还去过 哈哈哈 然后呢 谁准备上去就非洲去了 谁准备去 好 那行 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 那就是 希望呢 就是在讲的过程中 你们去过非洲 我讲错了 大家是给我纠正一下的啊 假设你想去非洲了 但是我们就是希望呢 给你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 然后呢 希望大家呢 跟我们一样 能有那个非常震撼的经历 今天这个讲呢 就是想大家跟非洲分享呢 首先就分几个部分 一个简单我们的行程 然后主要是 我们是七个人 两辆车 走到17天 是那个晚上 所以呢 是我们走到这个是 有七大主地 有七大那个什么国家公园保护区 所以呢 就是我们讲讲这个大概这个情况 然后在这个保护区里头肯定要讲到这个是当地的土著人马赛人 他们这很像在讲 那下部呢 就是讲讲我们这一些感应 就是觉得是比较自己比较喜欢的地方 所以讲讲那个就是highlights 讲几个地方的 最后呢 就是说要是有时间的话呢 你看 刚才那个黄毅说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异彩博士呢 是个是个哲学家了现在 所以其实我们这里就是通过这个流呢 就是觉得很多感想 也很多感悟 所以就有有时间的话 跟大家一起分享 这就看时间了 因为我们呢 因为我们呢 都是准备了很多照片的 我已经 我的那区 这个东非我做了两万八千张照片 所以说 东非 我们现在主要是我们去的两个树 就算是那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 其他呢 我们的医产博士就在进去 我们主要是 后面会介绍 我们是跟着这个动物迁徙的路线走 动物迁徙呢 它就是从那个塞文盖地大草原 然后迁徙到马赛马拉的国家公园 然后再从肯尼亚下面再绕上去 它每年就是这样走一圈 这个它走的规律呢 就是根据气候 东非它分干季和雨季 所以它在雨季的时候 它会在塞文盖地大草原上 它的草啊什么食物都非常丰富 它不需要迁徙 但是到了干季 就是大概从七月份开始 它那个东非大草原 那个塞文盖地基本上的草皮都干了 或者都吃光了 它们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吃 所以它们必须通过这个肯坦边界的这个 那个马拉河 然后转移到马赛马拉 然后在马赛马拉待三个月 然后再回来 它这三个月里头呢 它大概有150万的动物参加迁徙 然后这150万的动物原来是在塞文盖地 那么大一片草地 到马赛马拉只有塞文盖地的十分之一 所以它那个环境又特别恶劣 我们就是跟着它这边走了这么一圈 这就是我们走的一圈 这就是编冬国两个月 对 就是赞尼亚和坦尚尼亚 坦尚尼亚和坦尼亚 对 这是坦尼亚 这是边界线 这是边界线 这边是坦尚尼亚 这是赛尼亚 这个就是马赛马拉在这边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行程 我们先到这是内罗币 然后这个是赞尔布鲁 然后我们住了两个晚上 然后是到那个伯格尼亚 这个湖里头 这里是看那个火炼鸟的 然后我们也上那个 Lake Navisha 这个地方是很有名的 大家可能看过那个 走出非洲 它那个主要拍摄的地点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然后到时候我也给大家感受一下 我几张照片 那个地方我觉得是特别满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是马赛马拉 这是我们的种植典 我们住了五个晚上 那个一彩 我们的大明赛马拉斯非常辛苦 他给我们选择了不同的地方 然后在东部我们住了两个晚上 西边又住两个晚上 这样我们就是各个地方都能看得着 不同的洞 都都能看得着 然后呢我们是这个塞尼亚地 我们住了三个晚上 然后这个是 恩格罗 恩格罗保护区 我们住了这一个晚上 然后最后又再回到 这个是肯尼亚 这个叫是 安姆斯艾利 安姆斯艾利 住了两个晚上 这个地方也是很有名的地方 就是大家以前看那个杂志的话 就很多那个 就是肯尼亚那个旅游那个杂志 很多那个照片 都是在这个地方拍的 它是主要是那个是大象 后面有个那个 那个大山在那里头 对吧 那个是大家是海林卫 写到一个很有名的小说 是吧 大家也可能有人看过 所以我们这就是大概 我们的行程 我们是刚才讲的是 我们是 两辆车七个人 那其实一辆车是可以坐 坐马六个人的 但是我们只坐三个 或者四个人 因为我们那时候喜欢摄影 这样的话就是有位置 但是比较轻松 因为我们那个摄影设备 都很多的 你的车是租的啊 对 车是租的 车是租的 当时的话呢 那时候是 司机和那个车都是租的 这个呢就是 就是那个我们的大名租长 那个一彩博士 花了很多时间 就是我们选这个旅游公司 我们是直接跟他联系的 我们直接跟他联系的 这样呢 啊 不是当地的旅行 所以我们没有通过 在这里的 然后我们直接直接联系的 然后我们就是废了不少事情 那个我们的一彩博士 是花了三个月 准备这些地点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 在这个 肯尼亚 坦桑尼亚 它是很多旅游公司的 那么你选什么呢 但我们就读了很多邮寄 然后看大家的评论 我们这些就是选了很多 那就是一部分筛选下来 然后也就是筛选了十几个 然后我们再 在足够联系 然后再确定下来的 所以我们是发了很大的精力 是不是 洪毅也参加了 我们俩分头联系不同的旅行社 然后最后筛选 筛选以后最后巧遇 对大力工作 但是这个事 最后还是我们是比较满意的 很好的 我们七个人 我们是民主 是不是 但是大家也最后投票 当时的话 有的是要贵的 还是要是经济实贵的 这个方面 大家都是这么考虑 所以我们大家 我们七个人都是很满意的 我们最后的话 虽然中间有点小查取 就是那个车的 这都是正常现象 但是我们都是很满意的 就是他们 有人问过我们 说你们那个是开心吗 就是回来的 我跟你说 我们这七个 回来的 我觉得是我们都开心的 对不对 非常开心 对我们这七个都是非常开心的 马上马上在五个晚上那个地方 马上马上是这个地方 这个这个这个地方 我们在西部住两个晚上 东部住两个晚上 西部住了三个晚上 对这个不是说是那个顺序来的 就是我们住了几个晚上 那个是住的 那个晚上的那个标志的 五个晚上 这个就是这个塞布鲁 它是比较远的 当时我们选的时候 当时也有点犹豫 它从那个就是内容币 直接开去的话 六个小时 也是比较辛苦 但是当时这话呢 就是吸引我们自己 有这几种特色动物 这些西门斑马 对它是特别细的 对对它不一样的 后面有比较 还有这个 长颈羚羊 你看它这个这个脖子特别长 还有这个索马里鸵鸟 网门长颈鹿 这是当时的话 这是跑车 当时是比较辛苦的 看这个车来 这个就是索马里鸵鸟 这个是这个网门长颈鹿 它的那个网纹 你看它那个纹 就是一个网状的 嗯 看到了 这个是比较漂亮的 这个我们当时都照了这个照片 但是我还有一笔照 因为我们当时是 一彩跟我是两个时间准备的 所以其实照片是重复的 但是呢 我们这个拍摄的角度 一点稍微不一样 大家可以看看我这张照片 跟它一点稍微不一样 两个车 因为我们俩的英语稍微好一点 所以就分到两个车上 万一有什么事情 和你跟司机呀啥 啥 这个是黑斑林这个 我可能得得快一点 因为我们照片是 有了很多的 这个是花报 这个是花报 这个是在树上的 但是我们运气比较好 我们有照到正面 它们可能有照到正面 金线报 这是珍珠基 都在车内的 它就是你那个 到了那个大家注意的安全 你可不能下车了 不能下车了 对 对车上的话呢 就是说有的是可以关 关上那个窗户的 然后你顶上一个顶棚 你可以出去拍照的 顶棚可以高一点的 所以当时就说 为什么我们说是 那个坐六个人 我们坐三个 或者四个人 因为那个顶棚上面 开过来就比较小了 但是你到这里 挪到挤上那里 就不好拍了 你这不是近距离的吧 你这个是 一百到四百的 大象 这个是大象 这个就是这个火烈鸟 这个是这个不是比较 最近的 原来是另外一个 原来是那个一个湖 现在都跑到这个这个湖里头 这个是比较比较好的 我连讲的是 我们也是重点之一 这个 嗯 我们的原来是比较红一点 比较改的 比较改的 哇 有 两个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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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们也有这个 video吧 肯定很 video现在就是我们 那是主要是摄影的 有人装着摄像的 对于这video的话呢 就是说是没怎么放过 我就跟那个 那个什么 啊 我们还没有 天度的时候 我就那个 九马过火的时候 我再画一下录像 这个这个都又没准备 不好意思啊 这也是特别漂亮 这个 这个我们的一产是 他现在是不光是作家 呃 哲学家 你看他现在还是科学家 那么一定方便 你看他的研究得非常清楚 为什么这个会发红的 这边啊 他都把这个都找成道理来了 哈哈哈哈 这也是这个的 它那个红的颜色严重点就是成年的 前面这些小的他还没有红 啊 吃的那个枣类可能不够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说出来 我们要吃的话都会变得不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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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小猴子的 这离我们住的地方是比较近的 在酒店的花园里 花园里 花园里 对 这个是 Lake Navisha 这个这个 狐狸这个的就是 主要以这个是 鸟类 还有那个 河马 还有河马 还有河马 待会那个 也会给大家看看 这照片我们都没看过 这第一次放 第一次 这是珍贵的照片 哈哈哈哈 这个我拍的不好 洪玉他们拍的很好 他们第二天又去 所以他们有很好照片 就看 慢慢看他的那个后面 很好 对 这个是那个是 这个是 非常棒的 这个是非常棒 这个是 刚开始的话 也是比较好 不容易拍的 你的跟拍的 从这个地方 他下去抓鱼 俯冲下去抓鱼 然后给他抓了鱼 然后他又在空中飞着 所以这个你的跟着盘 所以这也是我们 当时走之前 但是我们都买他的相机 都是比较好的 但是这就是 夜行的时间 不是太长 哈哈 这个就是河马 啊 说起河马 大家这个一定得 要注意这个安全 他这个河马就是 白天他在水里 晚上他起来 一个事就是 傍晚着他一起来 我们去之前的 头一天晚上 有两个台湾人 他就被河马攻击了 其中一个人 不幸去世了 他这个就是说 这个河马呢 他第一个是我们 那个旅馆都是 那个河边 他就是晚上 他就上来了 就是或者是 那个傍晚他就上来了 所以 照相的时候 我们是不喜欢照 因为照相的时候呢 就是照照到 他挺近的 所以不知道 反正就是 他的那么紧 那就给他 是不是摇手锯 情况就不太清楚 还有一个呢 这河马 还有一个攻击 就是我们大陆的上海人 这是好几年了 前的事了 他当时呢 也是非常兴奋 看到那个河马上来了 一个小河马的 那个小baby 他呢就是跟着去排去 那个河马的母亲一看 他以为他要是 那个那个 对于伤害那个小baby 然后他就把那个就是 不知道怎么的摇手怎么办 反正这是 就是河马在附近 就是出道事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这个 这个是 马山马拉 这个就是 这个是我们 走之前呢 我们这是重点之重 所以呢 就是我们的命述长 王一彩博士呢 就安排了五天 在这个地间 东边住了两个晚上 西边住了三个晚上 大家看看这个啊 大家看看这个啊 你看看这个就是 咱们都比较熟悉的 像南尊百战那 那个 这个人是 这个是 不是说人山的 你看这个 这个非常 壮观的场面 真是的 成千上万 这就是 真正的是成千上万的 而且它是一波一波过来的 那是那个 就没法形容的 待会儿 待会儿我还可以写的 我当时我写的时候 我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震撼的 这个是马上放在过河的 这也是这样的 这个特别多的 这是 这也是脚马 这马牛啊 它属于零的意思 零 零 这个零都在车上拍的 都在车上拍的 都在车上拍的 这个呢 这个呢就是开始 开始过河了 这个在暗上 他们都在暗上在 然后就是 停止不前 然后来 最后就下来了 一下来以后 那一个 这个创业是非常 壮观的 然后这个是 尘土飞扬的 真的都冲过去 非常好看的 待会儿我再放放那个video 是因为它怕就是像鱷鱼 有鱷鱼 对对 它怕下面有鱷鱼 它怕下面有鱷鱼的那个 是 它是 河马和鱷鱼 对对 你们没有看到鱷鱼公鸡的 我们没有看到 没没看到 但是我待会儿 还有几张照片 是鱷鱼的有的 在那虎视眈眈眈的 你们吃过这些肉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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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个地方就是野生动物 就帮我们吃的 火销平原 对 这个是 这个是 五大寿的 这个是 大象 水牛 狮子 狮子我们见的是特别多 所以有的 刚才是有人朋友说是去过南非 南非的话呢 就是这个水牛啊 狮子 都是比较比较多的 但狮子我也能太多 这边我们的话呢 就是 这两个国家看到狮子特别多 非常容易见的 这个是猎豹 猎豹那边呢就是 我们是两个就是分开的 他们就是 那边是比较 幸运的 这叫做猎豹 他是五兄弟 正好在那个马山马拉区 他是五兄弟 他们都是比较有名的 所以他们那张张拍到 他们是特别幸运 我那天呢 干别的事去了 待会我再说 哈哈哈哈 吃什么东西 这个是犀牛 犀牛那边就是不算太多 比较少一点 所以犀牛到我们照的不算太多 南非的犀牛是特别多 所以去过南非的朋友 南非犀牛是特别多的 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这个 你才能就把两张照片放在一块 马上把他的板马和那个西部路的 就是北边那个打马 给比较一下 你看这个这个戏文马上就能看出来 对吧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场景录 这个场景录也不一样的 大家看看什么差别没有 原色的 对 哈哈 一个花的脖子 脖子高 脖子长一点 对 一彩脖子 你这样有点 给什么差别 你的最后答案 这个花纹的那个纹路是直线 就是一般的平滑线 那个它有好多小刺 像梅花刺一样 你看到那个 对 就这个 你看这个有些小刺 这个就是一圈一圈的连起来的 网络 他叫网 这就网络的连起来了 这个中间的外边有刺的出来了 我的有错文字 错别字 文应该还要加个脚子 哈哈 这是脚马 脚马是最多的了 就是脚马是最多的 就是这个是 它是主笔句 这个是Fujiu 这是青道夫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狮子这个 在那个吃这个脚马 这个是佛国正在里头这个 这个 配配的那个 看看 大家看 基因被改变的 它那个象牙特别短 所以他们就是因为裂象的太多了 这么多好年 几百年下来以后这个象牙都不长了 全都 因为他们自身保护嘛需要 它长长了就被人家裂杀 所以它越来越短 越来越短 现在的象有那么一组象就是短短的象 这么重 对啊 是来选 对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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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ее 是大公司这个 是U集猪这个 essa 这个我没有吃了上这个肉 我那个蟑齐不韦 我吃过,那个肉特别好吃。 这个衣材这个时候拍得特别好,但是正好是晚上,那个下午,光线正好是照着它那个锤里,特别漂亮。 这个是特殊的动物,这就是洗针艺术吧,这个没有。 这个就算是当时我说的,他们当时去拍了猎豹五兄弟,我没拍到,我当时就去做热气球去了。 热气球大概是一个小时,所以这个马三马它有一个项目,它是很贵的。 所以你们下去呢,我建议不一定去。 多贵,多贵,480美金,480美金,450美金,一个小时。 而且就算是,这个是运气的,因为它不能控制的,你看这个篮子里头,这是我。 它这个是12个人,但是一种经历,一种经历。 能看到什么动物吗? 对啊,所以这个就看运气啊,它是不能控制的。 它就是大概走一个小时,早晨早早起来,那都没关系的。 然后它就是大概顺着那个方向飘到哪个地方去。 所以这就是纯粹是看你的运气了。 假如你要下面,有个什么脚马在走,然后下面有那个狮子在追, 那你就,那个是中的那个什么啰嗦了。 那就值了,那就值了。 因为这个概率是比较小的。 但是呢,你从那么一个角度看,假如你觉得呢,你要从这个是那个什么搞冒无垠的大草原, 你还看日出,那么这从不同的高度去看,这也值。 所以你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可以值的。 当时呢,说句实话,我是一点挺失望的。 当时就是说,你刚才你说的,我就想看那个脚马在前面, 后面是在那边追,我就想等那个照片,这个没看到。 我们17天坐车上都没有看到。 但是这个就算是正式看的时候,那个日出当时很漂亮的。 这个是很漂亮的。 这是,这个是塞尔盖伊的这个。 这个是它的公园,其实比马塞尔盖拉大多了。 它是就算是那个,就七八月份的时候,那个马,那边都是比较干燥了, 那个草路基本上没了,它就往北边去了。 它这个地方呢,其实是很好的,很好的地方。 就是你看什么,看什么季节去,什么季节去,有什么季节的好处。 二月份你去,下个月,就是产子的时候。 那它就是,基本上脚马就是两个星期。 它好像是跟其他动物不一样,它们好像能忍着, 大家都是那个时候一起,根据草的情况,一起出生,就两个星期。 所以你要去那个时候,那个那个产者的时候,那个产展的时候, 那就是,也是很壮观的。 就是我们去的时候呢,走了。 那个大部分那个脚马都走了,但是也有它的好处。 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呢,就是食物不是很多。 然后对于那个狮子来讲呢,你就有很多机会。 就是真正是看见那个狮子,或者是猎豹,追它那个脚马的时候, 你机会大一些。就是这个也有它的好处。 这个在这里头。 对不起,为什么错过了一个七月。 是我打错了,不好意思。 哦,应该是七、八、九。 哦,七、八、九。 我跟你看过去。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我刚刚出车祸,我就赶着想把这个做出来。 这个东西还是这个时期的。 看着很仔细的,我也没细看。 我大概就是。 因为我做了一点工具,我准备去嘛。 是吧,哦,是这个。 这也是。 这个就是,真正看那个就是那个, 它跟普列的时候,机会是比较少的。 我们当时实际上就是可能是看过三次。 看过三次,这次就是小动物。 它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那个大狮子,那个就是娇娇小。 当时我们一直看了一下子。 还有两次,我们就是有一次真正看到它土上去了。 那是很坏的,发生很坏的。 那个相机都来不及了,而且是比较远的。 这个地上有个小动物,看到吗? 看到了? 好像是那个刚刚的那个猫幼吧。 对。 它这个呢就是大的,它就是,大的它们就不抓了,想不去抓去。 对。 这小baby狮子,你看到没? 那个那么深闹的。 它的那个狮子,像瘦子玩一样。 这是猎物在这里头,这个。 这母狮子去教。 对。 对。 它那个就是说是,这个动物世界里头,这古狮子都是母狮子。 那公狮子它是保卫边疆的。 哦。 占领土地。 保家卫国。 保家卫国,对。 哦。 这个是两个大狮子,这个。 这两个都是公的,这个。 对。 它们这个就是,它们真是狮子王。 它们躺在那里头,根本就不在乎。 你看,有些动物的话就特别精绝了。 你稍微去,它就是看,走。 像那个游猪一样的。 你就不能经济一点,它就马上跑了。 这个它狮子,狮子王。 它就不,不怕你。 大肠。 那个什么,四边。 它八眼的,在那个睡觉。 根本就不在乎你。 嗯。 这个是花豹。 我写错了。 不是狮子王。 不是狮子王。 这个是花豹。 这个,这个当时,这个下面是,下面是,这个就是我们修学的地方呢。 它也是进行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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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我们,来看看你们修的怎么样呢。 这狗呢,就是大家一般都是,好像是不怎么喜欢它的。 但是它呢,就是说是老跟,它不去那个是打猎。 然后那个狮子打完猎,它就老去抢人家吃的东西。 这个是安格罗保护区,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待会,我也有一个专门讲一下我的感想。 这个是一个火山盆地。 这个,这个我们这个,这个的异产博士把这些,这个科学数据都放在这里头了。 这很好的。 这是我们就是这个山顶上,然后,往下走的时候就看见这个地方。 这顶头还是糊的。 这个是很漂亮的。 这是这个日出 我们从酒店的阳台上 这里头的那个是脚马 它这个脚马里头 这个就是不参加那个 就是迁徙的 它就在那里头的了 你看这里头也是特别好的 你看这里有这个羚羊 这里有斑马 还有一个小湖 还有水牛在里头 你看这里有山有水 银铲特别漂亮 这也是它的一轮外一种斑马 我们这个 它还是想起来 这个还是短小粗壮的 这还有差别 我当时还没注意 这个是安墨塞里这个国家公园 这四个主要拍摄的是大象 那实质的话呢 现在就是比较少了 这个原来我们有安排在 那个阿拉什尔一个国家公园里头 拍动 那个背景特别好 就是那个 七里马扎罗雪山做背景 但是我们当时两个国家的那个旅行社交接的时候没有交接好 就把我们的时间没有给我们留在这个国家公园里 所以我们当时就错过了 而且那一天是刚好特别勤了 可以看到其中的马扎罗山 等到第二天我们再要看 在那个安波塞里就看不到了 雪山 所以这个呢就是刚才就是我们都是自己联系当地的那个旅行社 所以应用这个好处就是你要是真正是 就是什么都要做得特别仔细 我记得当时的话呢 我当时就是跟他们的总经理 我跟他们谈的时候 我说这些行程 因为他不是给我们列好表了吗 他说都安排好了吗 他说都安排好了 我当时想了就算是一项一项给他逐遍落实一下子 他说不用了就可以了 所以当时我说你他一个公司 他肯定给我们的列上表了可以去了吗 所以当时要是自己 他一定的每步都特别仔细 你得问清楚 就像那个奥际一样的 你哪是证据了 你是安排好了 所以当时呢 我就是当时我佛舍里这些 就是安排好了 就问了他 他说是都安排好了 就一样一样的 就没有逐渐每条每项落实 所以这也就是一点遗憾 要需要签证呢 这个上别的上别的国家是要签证呢 落地签 然后我们到的第一天在那个叫啥 内罗币也出现一个小意外 我们到了那天晚上的晚饭 照理说是应该安排在行程内 结果酒店说没有安排在行程内 我马上就把我们的合同拿出来看上面写了 今天的晚饭是包在行程内的 所以他马上又给我们重新改 至于做合同的时候一定要赏心 你这是一家旅行事给你安排全程吗 还是你还有 对 一家旅行事全班 他这个旅行事一个好处呢 他就是有两个 所以好处也是坏处 因为他是这个就算是功能 他不能就算是你不能是那个肯尼亚的 不能跑到那个什么坦尚内亚去 所以他那个是两个 其实就是一个工匠是两个分公司 就是说是一个是肯尼亚一个坦尚内亚的 不一个国家的 这个呢 就算是有好处 就这个一踩 它是这个角度 我们有不同的 其他角度拍的 也有不同的风味 这也是特别漂亮的 大象 这个太阳 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是大象是特别多的 特别好的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我们这些不动的 水中 它趴在水里 这像是沼泽地了 对 这是沼泽地的 这个就是 我们后来也爬了 这个山里上 已经停着了这一头 这个是看得是 特别漂亮 好的时候呢 就是这里头 能看到这个 这个很多大象 我们也都照了很多照片 这大象 还有人从那边来过的 反正这边呢 那是 那个大山 雪山也能看见 这个呢 就是到了这里头 我们一定的就是 马赛尔人 这是他们住的地方 哇 这个照片 已经获得啥 什么 住的地方 这是他们住的地方 房子是怎么住的 我个人觉得 他们是用来参观的 真正 我是这么个人认为 它那里头实在 不是人住的 就是一个毛毡子 铺在地上 就不应该是 真的 以前 以前 以前是 所以我们进去看 进去看 那就是薯皮搭的吗 纸板 对 我也觉得 这样 这是他们的小孩 小孩 他们的小孩呢 就是说是 都小孩就是放羊的 他们那个就是 那个马赛尔人的 活呢 家里的活 基本上是 女同胞干的 盖房子 什么都是女的干的 男的呢 不知道干啥 小孩呢 就是放这个牛 不是 这男的是负责 部落之间的打仗 对 多一点人口 就要敲众打仗 对 对 这个马赛尔人之间 这个这个跳 这个这个啊 男的呢 就是谁跳的最高 那就是最有竞争力的 他们一个男的 可以娶十个老婆 一个老婆是大概十条 十条牛 这个是这个是拍的 这个一产拍了很多 这个人像 这个很有特色的 这个小男的 这个小男的 都很好玩 这个健康 对 很健康 我也看 对 他们并不是很贫困的 是饥饿的 对 对 我早点 他们那个 是啥鸡 他这人 他要给你药钱吗 要药 我们那个大财组 当时在那散天 我们就趁拍 他们有个是 不快单位 一张照片给你 这个就是说 没给他钱 不高兴了 弯到了 因为他那个 其实是商业化了 商业化了 这个是保安 你给他 现在要先赏 你要给钱 就可以跟他照相 对 给钱 给钱的话 所以你不给他 不高兴了 这个现在商业化了 然后他就说这个是弯道了 如果谁跟他在派 没给他钱 他就是那个人不高兴 所以是把手伸到来 又弯道了 只有美金 告诉你 美金 美金 那就是你拍的随便了 你拍他就随便了 拍他就随便了 但是就是你要乐卖一个人 你用这乐卖给钱了 可以的 我也好啊 是啊 保安是当地人的保安 还是你们的保安 他是当地人的 他们就是有保安公司的 他就是那个 刚开始我以为是部队的 后来就是跟他们一聊 以后这是保安公司的 他们都是 就是有几大公司在那里头的 各个的宾馆啊 还有这些重要的留点 都是保安公司的 他不是不是部队的 我刚以为是部队的 刚开始我们不敢对着他 我说他那个枪指纵 我们怎么办 哈哈哈哈 这个呢就是啊 那个Navisha 这个呢是我也是特别喜欢的 这就是如诗如画 我这样讲 你看这个 这个你看有 那个天上的云 那个水里也有云 都是特别蓝的 然后这里头呢 是他们这时候打鱼 这里有这个是 停留在这里头的 然后就是刚才说的 那就是走出非洲 都在这附近 就这个湖附近拍的 好像就是他们主要的 拍摄的就是对岸这些地方的 当时想来想去看看 结果没去 我是这个湖里头 我是去了两次 头天晚上就傍晚 第二天早上又去一次 可惜呢就是说 他是那个 他们看门不是特早 是那个日出的时候 你看不到 他们是八点多 八点左右才发存出去的 这个就是火烈鸟的 火烈鸟呢就是说是 我给他形容 反正这个是特别漂亮的 是不是 腰绕飘欲 这个火烈鸟 但是我们也进过了小小的磨难 达到这里头 就是当时我们呢 就是从那个 Leg Navisha 然后跑到这个地方了 那个迷路了 司机迷路了 最后呢就是车也跑跑了 然后呢 他那个 连轴断了 然后速轮变成两轮了 所以这个上不去了 所以我们也进行长征 我们下来走 坐了一天的车 都还背着大相机 好辛苦 没有事来顾及你们 走那车 都不管你回家 我不是两辆车了吗 所以那辆车 因为先回走店 后来那辆车又来接我 这个就是火烈鸟 在这里头 我们当时非常幸运 当时你看这个火烈的都没动 然后我们都一起看着 它是怎么飞起来的 就满天飞 哎呀 那个场景真是特别震撼 特别好 这个呢就是我就是特别喜欢的 我就给它形容成的 就是说是巴黎舞者 特别漂亮 你看这个是是它是特别 特别漂亮 你看它走的那个 就是这次小一点的 这个就比较白 这个稍微大一点的 然后这个呢 就算是刚才是问到录像的时候 它就是转的时候 转是很有规律的 它前面去前跟领头也一样 它是转的呢 走来走去 那这是像那个跳芭蕾 曲舞一样的 特别漂亮 当然你要是那个 就要一向跳芭蕾舞的那个演员 是啊 对 当然你要那个什么长焦镜头 或者比较远 它不让你太近 或者影响它 所以你要一定要有望远镜 所以所以东西要去的话 你一定要带望远镜 或者是它那个那个什么长焦镜头 或者远的话也是看不太清楚的 特别是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刚开始有时不知道 就是说是 它有的是B种红的 那是小贝比 它是没有这个好看的 你看这个腿子红的是特别漂亮 这个是成年的 你看这个就是 这个还是白的 这个是红的 你看看 我更喜欢这个红的 漂亮 这种动物你也不可以去接近它吧 不接近的 我们当时在那个 那个就是 鲍格利亚的时候 它的一身一个小的绳子拦住你 不让你过去 不让你过去 所以你要照相的话 你的一般的相机的话 你一定要长焦镜 一般的看不太清楚 你要肉眼的眼 看得仔细的话 一定能带望已近 有的时候也是比较近的 这个当时也就是看着我们看着它近的 然后就是飞的 这个我也特喜欢就是要拿一双飞对吧 这个是小的baby 摊在一起吃食的 也是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就是看那个就是那个天谷之 就是不是 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有这个热鱼在这里头 这有热鱼在这里头的河边的 这还有这个这个河马在这里头 就是当时的话我们看BEC那个动物世界里头 还有热鱼吃那个对不对 它是有 但是呢就是不是太多 网络没碰到 我还希望碰一个那个热鱼起来抓那个脚马的 或者抓那个什么斑马的 抓老板 这个就是说是也跟我们都是差不多位置的 所以拍的跟一彩那个就是基本上接近的 这个就是说是很多的那个成千上万的 这是脚马的对不对啊 对 然后呢这个呢 这么旅游团这么老多 所以这个脚马也多 这个车也多 所以看脚马过活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也是运气 你看这么多这里头 对啊 你看到时候能给你看那个冲过去 空到河边去以后 你看你的占个位置 你看你运气了 就是这样的 当时是我 当时我们是比较运气的 我们看了四次半 过额 为什么办理是半字的 就是最后一个半字 就看到几字 它都过完了 等我们看完那边再回来看这个 这个基本上过完了 所以我们才看到四次半 四次半 你坐车就这样 这个就刚开始下去的 这个就是回出来的 这个是特别震撼 然后这个里头呢 这个程度飞扬以后 然后你照相那个时候都对焦都不好对了 这个我是刮了一点精力给它那个什么调一条 这个才看得比较清楚点 就是这个这里头 这个灰尘里头 这个调出来 给它调出来 给它清楚点 所以你看这个脚码 其实你要真的能看 这个是特别漂亮的 你大家要注意的话 这个很多照片 就是这个脚码 那个贴往起来的时候 有各种各样的照片 都是非常美的 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个我是脚码的 就是我们当时一个车呢 就是正好脚码 这个这是车面过河 对吧 这是对面 然后我们在这对面 然后呢 那个脚码就从我们的车面过 然后它那个声音特别大 反正它就飞起来 那这个是勇往直前的 走的 然后是当时我们有个老隋 他当时那个震撼的 他都是都忘记拍照片了 这个是我给他放一个录像 你看这个是我们的 那么一个朋友在那卡叉卡叉的那个照相 我当时就是露露一点的 你看看这个 非常壮观呢 那个脚码群有没有头码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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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样子是不是看着非常形状 那个都是没啥差别的 好像 没啥差别的 这个是头码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它那个到岸边的时候 岸边的时候 这里的我们也写的照片 它不走的 我刚刚照了一张 就是很多河马都在河边 河水 都不走 等着那个头码 只要那个头码一过 大家就跟着了 原来就是排了很多 我有几张照片在游记里会 他一队脚码这样过 过河过到一半 好像他们觉得有危险 又划撤回去 就那个队游呼呼撤回去 然后又在那排花半天 然后又下 有的时候我们要等一两个小时 这个是猎豹 这个是猎豹 我就是这就说是我给他 称叫伟人接见 为什么大家猜一猜这个 伟人伟大的 伟人接见我们 伟人接见我们 为什么呢 它这个其实也是 那个冰林灭绝的 很少了 这个是猎豹的 在南边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看到 在这里我看到凹几次对不对 它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车 就经过在这里头 其实大概就是三米左右 很近的 但是它呢 就是非常高位 非常弱 根本就不累 所以为什么说是伟人呢 我们都是那个车呢 就像排走队一样的走了 因为它规定的 你不能带时间太长 所以我们就是一辆车 就是一两分钟 马上在那里走 马上就走吧 所以我们当时的话呢 就是有几辆车 当时我们还比较运气 那车不让太多 好像有五六辆吧 我们两辆还有别的 有几辆 就是一辆一辆车过来的 每辆车呢 就能停一两分钟 不让你多停吧 因为你怕干扰它 你车太多了 所以说是 我给它起的叫 伟人接见 接见我们 对 对 接见我们 伟人接见 这个呢 就是说是 这个是 Angle Angle 这个是特别漂亮 我记得小年间是 那个是 那个徐志伯说了一句话 是不是真的 你们可能 这次有搞文学青年在这里 我记得 那个 那个徐志伯就是为了把你同胖 留在这 板上留着 他说是 啊 那我们明天一起看 日处去吧 哎 这个地方 这次日处是特别漂亮的 你看这个 我当时有那个 是造了很多的 还有延迟的 我们今天没放 它那个旅馆也特别棒 它都是用这个火山灰的石头 给它建的 房子也是特别有特色的 然后呢 我们坐在那个阳台上 就可以看见这个 就是看这个 这个是特别漂亮 我们就是这个日处 从这里开始 就一直到这里 我们都看到了 特别漂亮 他这个酒店 如果当时去订 我们有人去问 一个晚上是2000美金 因为我们是包在旅行岁里的 提前 我们是 我们八月份去 我们二月份就订好了 所以就当时就没有那么贵 但是你要自己临时订 很贵 那当时多少钱 你们要留定多少钱 我们没有单独报价 我们就一起的团备都给我们报 这就是这个是 是很漂亮 这个就是当时说是 我们运气是比较好的 我们在那里住一天 我们就看到日出了 那个旁边有的那个邻居 他们住了好几天 他们住了 这是第三个 他们能看见 前面都没有 所以我们运气也是比较好的 后来我们团员都埋怨 为什么不在这多住几天 这个也是特别漂亮 你看这个原物 这个从下面就是往下的 那个文章填漫下的都特别漂亮 当时呢 我和那个老隋 我们俩人真是那个 同前一种 但是前面他们那个朋友已经上去了 我们俩就想多拍几张照片 我们俩他们可能有的还没拍到 你们拍到没 你们在前面走了 我们就是 我跟老师最后就 我们都不想走 我也想把这个拍下来 特别美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走了 因为我们那是要赶路的 我们要赶路的 然后在一路上呢 这个物特别漂亮 然后你在那个路上呢 就是说一路特别漂亮 那个物真是像仙境一样的 当时我就叫那个司机 我说你能不能停下来 可惜他不行 他在那个山顶上呢 就是路特别窄 他没有停车的位置 他停不下来 所以他就不能给我们 多拍到这个地方呢 他停下来了可以的 就是以后呢 就是从这点 我们顺着这个山到拐过去 就是从这下山呢 从这下山 这个一路的 那个物特别漂亮 他就不能停下来 给我们 有一个那个观景台 那个但是就是 没有在那个其他路上 那个漂亮 这个呢 就是我拍了 这个有些鸟 这个鸟是 这是我是特别喜欢的 这个是那个 是肯尼亚的 这国鸟 这个叫做 子胸 风法生 他的名字也是比较奥肯的 对 对 这个树介绍太多了 这个树介绍太多了 对 这个排了这个 这个可能不知道 这个也不是特性的 因为我当时 给它下载的时候呢 这个项数可能是不是 也不算太高 这一项也是这个鸟 这是那个什么 灰领鹤 这也是一个别的国家 是 国鸟 特别漂亮 特别漂亮这个 这个飞起来了 我们也是 我看见它两只飞了 一个是在两个地方的 看见它飞了 特别漂亮 这个就是抓鱼这个 这个它是扑下来的 这个扑下来的抓的时候 抓鱼在这里 然后在这里 抓着鱼了 这鱼在这里 然后还飞起来 抓吧 然后我们来 它抓着一只跟着它 然后它飞过去 那个 这个呢 这个就是 Sature bird 我们中文好像叫蛇旧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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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这个我记得 好像 这个就是它的毛鸟 拿着写字的 这个就是一项鸟 你看 这也是 特别漂亮 这是 这是 这个是 图图的鸟 这是 这是 图罐 对不起 这个大家应该是 这个知道的 对吧 这个 大象 这小baby 这吃麻麻的奶 这个 这个 板马这里头 有很多这鸟子 这里头 所以这个 这个母猩要照顾小孩 给它找狮子 这是两个 这是两个大象 这是很漂亮的 这都很漂亮的 这种状态是很多的 这真是驴打鼓 这个就是那个脚马 它在那里翻来翻去的 这是也挺远的 当然我们也是 常常给它拍下来的 这是斑马 这是有的事 你看看 你看这个 他们俩都布料一致 是吧 你看看那是很漂亮的 这就是特写镜头 你看这个 这个鸟 这耳 哇 特有漂亮 这狮子这个眼睛 这也不容易拍的 这个 他们说是那个 就是真的动物的时候 像这种 这个兽的话 你不能给它对眼睛 是真是假 不知道 但是我 我是通过镜头拍的 所以所以我 这都是长焦的 但是它们很近的 待会我给你放几只照片 它们都很近的 这是长领论 你看这个都是放大的 你看这个 看哪都出来了 你看这个也是 你看这个眼睛 主板的 这也是不容易 等了半天 连拍这个 这个表情 这个凤年舌头吃到的时候 这是大象 这个就是同一只 那个大象 刚才那个 衣审上也有 这个是我们 就是不同的方向照 这是正面照 它刚才那个是侧面照 这是花豹 你看它这个 伸着舌头 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是抓拍到的 这打哈欠 它那也是 这也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就算是 实际上这个的 从这个美的角度来 其实我们当时呢 就是说 主要是拍多五条集中 其实这些景色 特别 特别漂亮的 就是我 当时觉得 就是我们可能 这些广角照片 比较少 你看像这种的话呢 你要自动把它 画面再大一点 你看在那个 广袤无垠的草原里头 你看突然之间 有一只这个狮子在里头 你像那个画面 应该是 也是很美的 就像这样的 你看这个狮子 你看这个眼睛 哇 这也是 多人给它对上的 所以没给它对上 哈哈哈哈 你看这 这一只景色 是特别美的 核观树 它这个树 不是叫核观树吗 金色卖了 对对很漂亮 你看这个 哇 这也是这个狮子斑马 哇 这特别漂亮的 这个光线的出来 这个是角马在这里头 角马呢 它就是一般吃草 它就是长一点的 所以它那个动物 都是都会混的 你看角马 它就要吃高一点草 高是它吃 然后那个 跟它那个羚羊之类 它一般吃青草 然后那个斑马 它一般吃草根 所以它这个都是大家分工都不同的 所以那个大船都养活了很多不同的动物 这是很多都是日落日出的 这很漂亮的 非常漂亮 这个就是说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一载他们在前面 然后我在这后面照 你看这个是特别漂亮 这是斑马 这个走得一起来的 这是这个是 那个索马里 那个鸵鸟 你看这是 这一次就我照下这个特殊 你看这个 他站着对了 是吧 那也挺有意思的 哈哈哈哈哈哈 他这个牌子 这个骑物的 牌骑物在这里头 他在这里头来了 对 鸵鸵鸵 对 鸵鸵鸵 这鸵鸵鸵 也照了很多 鸵鸵鸵 是很多漂亮 他是张牌翅吧 那个逆光 你照的特别漂亮 特别棒的 然后还有张大嘴 照了很多照片 我照了两妈妈 这个呢 就是几张照片 给大家看一下 这动物其实离我们都很近的 刚才朋友们呢 是不是都在 都在那个车上照 所以你不能下来了 这么近的 你看像这样 他这么近的 像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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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 你把人家都收拾吧 那这是公狮子 他不攻击的 他那是不攻击的 他都是他狮子王 他就是 好像都不累我们 是不是 你能累的话 我根本就不看你 对 他根本不看你的 你车怎么办 但是呢 就在我在 这次他们就是肯定要抬 这个他们没给我讲 但是那个 在那个南飞的时候 就是2011年 他给我们讲 就算是 你要坐坐车的时候 你不能突然站起来 你突然站起来 他觉得你就攻击去了 他他他他就不让 他就可能那是出危险 所以你一般就是做 像我们这个车呢 就是比较好 你看这都是有能盖上 人就站在上面伸出来照 这样的话 有的车呢 就是从这里 看是敞篷的那样的 他就是没有了 那就是比较危险的 你看突然站起来 他觉得是他受了东西 他要反攻击你的 那就很危险的 你看这个车就跟着他 这车都跟着他 这车都跟着他 这都跟着他 也都车了很多的 你看这个花报 这花报的这几天 这么多大家对着他 坐在那里 他也不怕你 对 对多旅行社的车 他们旅行社特别多 这个就是安布塞里 这个大象 他就是大象的 这个特别多 这就是一家 一个家族吧 不一定是一家 你看他这个 这么多车 他就是过着马路 都在那排着 都在那照现 这下面几张照片 就是讲我们住的地方 我们住的地方 就是两个地方 一个叫Lodge 一个叫Camp 这就是Lodge 它就是一般 就是有正式的房子的 这就是比较很漂亮的 你看看 这个是很漂亮的 就是使我想起来 就是相当于我们80年代 好像我们 不是外国人 我们的旅馆都特别漂亮 我记得也有这个感觉 里头的服务设施 什么的 特别漂亮的 这也是Lodge 这个就是那个帐篷 帐篷那个旅店 这个其实你看来 是很简单的 但是里头的设施也特别好 也里头特别好 你看 但是呢 他就是大家要小心的时候 就要去的话 你看这个斑马 跟你在那个除草 我比较懒 我老婆叫我 把它拿回来 就是除草 我就不用除草了 拿不回来 这个他那个旅馆的服务的特别好 你看这就是那个 安哥哥的给我们 你看二手带 给我们放这里头了 哎呦 哎呦 这个服务看得这么好 那天那天是比较冷一点的 那天他比较冷一点 他给我们放上去了 他就是那个比较温馨的 给我们了 就是他那个就是 其实各种旅馆 他那个生活都是挺好的 我们当时呢 就是觉得 就是忙于那个 设下去了 没有他好享受 最后一 一眼看 我们一看下去 这里头的黑酒 应该有沟 不是的 这外面呢 就是这里头都有人在来 在外面看的就是个公园 其实是很好的 但是你听听的非洲的音乐 那都很好 还有酒挖的 可惜我明明他也没享受到 这是个一大感想之外 这是这个人类的这个化石 这个就是不太讲了 什么叫人类的化石 这个咱们的祖先呢 咱们祖先在这里 他这个挖的化石在这里头 这是这个坦桑尼亚的这个 对吧 他现在有四种人 是不是 我现在是忘了是哪种人 应该是能人 对 人类的起源 对 对 最起早是我们都在非洲 对不对 最早那个人那个祖母是 是那个艾塞尤迪亚 然后他在这里呢 也是比较早的一个 这些也是也是也是 也是在这里都挖出来了 这里头 这当然就是地址 他有火山灰沉积 那些是找出来的 这个呢就是 每一次旅行 我们就是这个旅行的 都是有那个视觉的大餐 当然呢 就是也可能造成一些 新人的震撼 也有很多的 可能到时候我们在 在可能没时间 我们在 我就谈的这个就是旅行感想的 就是说是这个整个流向的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就算是我们七个人 有人问的 啊你们还不happy啊 回来 我说开不开心呢 我们说的最开心 所以我们这个目的达到了 因为大家都有一个爱好 我们都是失礼 当然有些的话 人跟人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啊 那只要把那革命的共同目标 在一块 是不是把它算在一块了 这就是比较好了 所以我们都是总体来讲是很开心的 就是比较好的 这有几个呢 就是说是 感想的就是说是 我们就是这个有视觉的 这个我们看到很多的 呃 奇珍异寿 我们给大家照片显得很好 但是我们没有很好的享受 没有很好的享受 我们呢 早晨起来 就赶紧就拍照片 晚上回来 真正照片 哎 忙着这些事情去了 没有好好享受 其实你看刚才写的那个歌舞 是吧 还有酒吧 还有那个music 那个非洲的 所以你们建议 你下次去吧 应该好好这个享受一下 应该是好好享受一下 我们没有享受的 我现在揭发 都是因为他要急着回来上班 我们时间又压缩又压缩 如果大家时间一致 对 可以放慢一点 脚步放慢一点 但是也就前的也有一个问题 哈哈哈哈 两方面 一个时间一个钱的问题 所以就是可能考虑 你去的地方不要太多 哎 然后呢就是你要享受一下子 然后去看看这个视觉盛宴 你可以看 两方面坚固 不得多天 十七天 十七天是意味不少吧 但是我们看的地方多啊 他不得不够吧 对啊 我们都是都是很好了 所以所以这个就是一定的一定的去 一个是就是是享受 和你那个看这个珍奇动物 这个应该是结合起来 这个呢就是感受这个人 我们这个我不多说 但是有几件我我能说 就刚才大家看那个照的照片 他们都很健康 虽然就是他很穷 那这个就是我们 就是这个人生应该是怎么过的 你看这个是 是不是啊 这些东西咱们就不多说了 这些我都打了 反正就是 而且他还有一个感受呢 就是说 你看像我们回中国去买东西 你看大家气得够呛 对不对 哎 哎 你到他那个旅游店以后 你不买东西 人家又喝喝的 给你打的 不一定非你抢买抢买的 人家的生活态度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是是是是是不一样的 那个那个那个就是 很好的很好的 你进去的 你不买 人家特首介绍你 哎 说我可能不能买的 他也没关系 他给你介绍 哎 让你享受 特别好 这生活态度不一样 当然这些的话 这些是大了大了 就是啊 咱们的遗产模式也是最后一样 这个人类的自然法则 这个环境 这个东西我们的是 以后再谈吧 今天呢 可能就是在这个在底下 在在在谈的 这个问题太大了 这可能是我要讲出来以后 可能就是政治不正确 随随长的就是不不乱 因为你这个看了一个 确实一些感触的东西 所以这里才是尽量少说圆面 然后我们在出去玩那时候 李同学非常高兴 居然在跟着音乐 都能跳起来唱起来 平时你们看他有没有那样子 他很能夕的 这有什么政治不正确 这个就是他就是那个 烧荒的 它就是控制的 就是他们那个炒完了以后 赶紧枯竭完了以后 烧了它新的洋人掌握的 快点 他们控制了这个 这个我们 遗产的就是非常 这个火灵的生存环境 哈哈哈 这个环境特别污染 这个是这个 这个图 在这里头 里头的 他 他 那个时候我们要说 那 讲完了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这个就是大家有什么事情 咱们可以相互交流 没有 没提高 我 哎 你这个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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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第一点 接着接着 接着切问吧 接着 接扫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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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家的朋友 那 现在 现在 我们干脆感谢那个 伊彩 然后这个 洪玉 给我们做了这么 非常 图形也造得很好 真是你们 正如你们所说 就是 可惜 没有享受到 都是为我们带来这里的 哇 我们也有享受 谢谢 到后面我们都不愿意拍照的 就跟着走 就看 看镜头 我们就把相机都 最后都放上去 然后呢 就希望呢 就是今天晚上啊 给我们讲了个话 你们再重温等个话 重新享受一遍 让弥补一些 谢谢啦 谢谢啊 谢谢 现在有什么问题 给你再做一会 赛能盖地方不去 因为赛能盖第七八九 赛能盖 动物全在马下流过 哦 就赛能盖第七八九 不去是不是 赛能盖第七八九 到四月份去 新生动物 而且草动 自然环境也会贴 哦 有提问子 还有其他 所以 最能忘了想 我最后的总结就是 我们走是这样子 走就是 跟着动物的走的路线是反的 迁循路线是反的 如果你要七八月走呢 最好是从 让我们大家都能够 得到一片的享受 我的问题是 这个很好 但是前提是 你要一个很好的相机 像我这样 不会摄影 没有这种相机的话 能去的能够享受 可以啊 可以 那个东西就是 你不一定照的 你这四月享受啊 对 那上不天啊 你这四月享受啊 我也挺奇怪 这外面也可以啦 外面也不用 你看刚才我那个车里的看呢 那个动物就在跟着 我们都开着车跟着它了 所以是很近的 所以很多的有很近的 有很多是很近的 所以照相的话 有人说是那个 就是说是看你什么相机 就是说是七十到二百 你可以 你可以 但是我当时我们 我用了一百到四万 但是以前太近了 它就在你车旁边 你就照不下了 一百四百 你小一点就可以 广角一点 那个没问题的那个 就长焦的话 你真正的话呢 用的也不是特殊的 我来 可以听了吗 我听那个一彩 这是第二次的 上次他也有一次讲这个 我这问题就说是 他那个 你们的路上碰到散客了吗 就是散客可以参加很多的 就是这种 你散客可以就直接到酒店 然后让酒店给你快车 然后你酒店和酒店之间 下一个酒店的人把你接了去 然后就在那个点完 完好以后再到下一个酒店 但是这个 这个呢就不是太保险 第一你到了那边 人家有没有刚好有空闲的车 因为是流忘器 车子非常紧张 七八月七八九都多 对 对 就特别忙的 也是有的 你都就是这个是不方便 你跟时间最好联系 你像我们那个是 还能坐下人 但是你看 突然就不踩个人呢 我们肯定也是不高兴的 对不对啊 所以也可以 但是比较麻烦 不不 我一直在这种计划当中 我自己呢 因为我的胆子要大 那好啊 一个人已经自己 一个人 旅行了三个月 在南美洲自己一个人走 南美洲 我还不懂 用西班牙文 跟那个葡萄牙文 还不懂 我都走下来 所以我现在胆子越来越大 所以我现在想去东边 我也想一个人去 我刚刚 刚刚有朋友问 就是这个线路 我说明一下 线路我们是因为 先到肯尼亚 然后去的塞文盖地 但是如果你七八月份走呢 我建议你反着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到塞文盖地 八月份以后 塞文盖地的草 基本都哭了 就那个整个景象 给人家就比较 凄凉的感觉 然后也没有什么 就动物也不是太多 但是你如果先到塞文盖地 再到马赛马拉 你跟着动物这样 一起走的话 那你大概就能看到 更好的景色 塞文盖地 七月中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干得那么厉害 那个绿草什么还有 然后你看完塞文盖地 再到马赛马拉 这样子呢 动物也过来 就跟着他走 而且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晚 因为我们到达 马赛马拉 动物部的时候 天地都是着 没有 没有 我们去的时候呢 他一般那是 他一般就是七月中左右 开始过河 他去年那是晚了两个星期左右 他是在七月 七月底才开始那个 所以我们是八月初去的 我们去的是政治好时候 政治好时候 所以我们当时的话 有的人呢 为什么当时是五天去的 就是一载给我看了很多攻略 有的人住到三天 他都没看着 九马国没看着 他都没看着 所以我们说 这个九马国是我们种之种的 所以我们多种几天 我们住了五天 结果呢 我们其实也没用那么多年 我们用了两天时间 我看了四次半 所以运气还可以 那是 所以就是当时也是一点运气的 我们在这儿守 把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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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那种 马马就 去去去去 你们呢 就在那儿守着 我们在那儿守着 守着 就算是你这个区的时候 一定带中午饭去 他们有的呢 就是说是 他那个旅馆呢 可以给你凶折 你可以呢 中午回来吃饭 也可以给你带饭等着 我们就等着 我们在那里等着 当当你这个里的要耐心 当时有一次呢 我当时也是运气比较好 那个车等着 大家都走了 然后呢 我因为当时那个 我们的实机师马赛人 他很有经验 说我就跟他交流 我说你看这个怎么回事 他有经验 他说这个 这种脚马在交流 那边的脚马 他们在交流 所以当时我就说 那我们就等一等 接个人我们就等好了 我站着位置是最好的 所以当时一来 我们的马 那个车就冲过去 但是大家也得注意身体 你就是等这个脚马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时间长 你那个上车 不能上随便上的 就是说是我们的车 不让下的 然后呢 你突然之间 你想了好 在那个树从后面去 那很危险的 很危险的 所以那个后面 所以说有丝在那里头 所以你不能去的 就是另外一个 一对的朋友 他们有人就是 那个憋着尿 身体憋坏了 所以所以所以的 也大家也得要要注意 所以说是喝水 各方面也要注意的 你要是那个敬业 要看那个什么 脚马过河 但是也是要注意一下身体 各方面的造型 对对对 所以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是 这个这个 这个脚马过河 是有有那个司机 是很关键的 这是很关键的 我们当时那个司机 是很有经验的 他是马赛人 他在那里长大了 英文吗 他讲英文 对这次讲的 也很关键 就是跟这个 导游最沟通很关键的 很关键的 这个也是大家以为 是相互尊重 这些相互尊重 也看他过程好 你有什么想法 他一般都会满足你的 这是挺好的 给他讲这一项 小费 小费那是都有的 那小费就是一般都是 那个就是 都有那个是 基本上是行情的 基本上一般都有行情的 一个车三十美金 就是大概这样 但是你高线的 可以多给点 对吧 但是一般有个行情的 这个这个是 你的总共 十七八千 总共花多少钱一个人 还有我 团费是五千三美金 然后每天三十块钱 小费一个车 我们就几个人分 反正就是 一个车三十美金 每天 你说一个人 五千 五千四美金 五千三 这不包括飞机 虽然住全国包在 我们知道 那个飞机 飞机票大概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左右 但是这个上非洲的话呢 有个好处 你可以上迪拜去玩一下 迪拜的话是顺道 对吧 你可以去迪拜去玩一下 现在迪拜去玩一下也可以 所以这很好 一万块钱 对对 一万一万块钱就是够了 但是我们是 我跟以前我们三万是说是 我们准备就是这个是要 压了八千以下 我们当时是这个这个 但是我们是非常那个 光的完成任务了 所以他们呢就是那几个 他们都挺高兴的 当然是会会会会会会 在费典市的 在费典市的 要好价 还价好费劲的 对 他们以为还价是不容易还的 不容易还的 因为他们会 你只能帮助你 资安的话呢 就是说是那个就是 内容币我们没去 当时的话 内容币我们就是看那个 资料一些的话 内容币可能比较乱一点 但是他们公园里头 那像到park里头 你没事 你肯定就放心了 放心 当然他们说有的人说 他们说是那个住那个 就是 探谈的 有些出现什么问题了 反正是我们没没听说 反正我们都是挺安全的 我们的我们当时因为我们 当时给给我们的大秘书长 一彩博士 我们就订了这个 我们这个出去 起早探黑 我们的旅店一定的好 所以当时我们就订了这个标准 所以我们的旅店是 那个条件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的休息好 所以这个的旅店是条件也很好的 吃的也好 吃的也很好 吃的也很好 吃的就算是这个 这个当时选择的时候呢 就是说 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你那个 费用不要 当然一分钱一分货 他们就是听那个别的队友说 就算是有的呢 可能费用比较便宜 但他们的中午饭很差 有的是中午饭 我们的就是还可以 我们都吃的挺好的 我们一般都吃不完中午 吃什么东西 主食都有 各种各种主食都有 真的很好 真的各种主食都有 就是你在旅馆里的各种主食都有 它有当地的 也有像那个亚洲的饭也有 印度在中国在什么的 各种各样的都有 都很好的 那个主食 所以说我就说 就相当于八十年代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觉得 哎呀那旅馆那么老贵 我们享受不了 其实就是你能感受 其实这个Safari 讲究的话 原来就是贵族的一种 一种他们的那个手 那个 那个打猎的方式 但它逐渐演变起来 这个老百姓也可以去 对不对 Safari 大家可能比我更清楚 Safari都没意思了 所以 我们是当地最好的 我们是今天还有新的几个感 我们都是五星 对是感谢 所以当然就是我们的感想之一 就是说是 如果要是一个月左右 是不是就是 那一个月你可以 那你这是一个月的 就是我就是在那 你就说 你中间一定要好好休息 你中间好好休息 你一定那时候的玩意 休息一下 然后你一直这么敢 各个那个什么 那些话局去看的 那肯定是很累 我记得你要第一个月的话 你肯定是在 到一个地方休息几天 来 然后再下一个地方去 你要一直一个月 我觉得肯定是很累的 那有没有手机信号 有没有导航能用吗 导航好像是一般是够呛吧 我们是没用的 它那个好像就算是 一般说话 好像是不是太准确 也就算是大的地方也可以 那像那半个里头 好像是我们当时有个 那个staff他用了 也不是太好使 就是旅馆附近可以 旅馆里都有 那里头可以的 信号可以的 当时的话呢 我打电话的话呢 跟澳大利亚打电话 那个信号也是经常断的 他就是看一些地方 他信号有的是断一个信号 加上你要是自驾游 我建议别自驾游 就是还是要当地的车 当地的车 当地的司机 别自己开 自己开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是 那风险太大了 他现在进去的话呢 一下子满了干什么 时候的话 他有路没有路标干什么 你找不到老板呀 而且以自驾游 你不知道哪里有 有野兽出现 对 人家都有那个通信设施 告诉你狮子在啥地方 他们就赶到啥地方 脚满的 什么东西 就难得看到 是的 报纸在啥地方 这个那个攻略上也这么说的 就是群自己军飞 没有这些 对 不能自己开 一定得 有的National Park 也得去开 当然你现在是我一个建议 你特别想像摄影的话 还有一种能更好的 他现在这个就是这个飞着 它就是宝物动物的 你那个车不能随便走 你必须走到那个路上 所以路上的 所以有的时候呢 为什么远 你看不到就是 当时有个那个狮子在捕食 那狮子 他们团的精神很好的 有前面的是堵截的 就是有的是那个进攻 围着那个脚马 让他走的话 有的人是主攻手 就等着在那里头的 哇 这么有主攻手 对呀 他有的时候主攻手在等着呢 但是我们也没经验 我们就是看那个旁边的就追去 他就主攻手在后面等着呢 他就把那个脚马赶过去 然后主攻手在那里就补上去了 所以他是比较远 但是还有一种呢 就是是比较好的话呢 你就是可以车呢 就可以开进去 跟着他走的 那个话你可能照得更好一点 但是我们的他呢 我们那时候看见了这个朴石 他那个一架普通就脚马去 马上就给他扑倒去了 但是我们就是好像照的话呢 就是我们一车的人 两车的人都没照到那个照片 就给他扑下的照片 他那一掐那非常之宽 另外交钱就跟着另外交交 多交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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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看了 他就是看那个什么呢 所以就算是有那个一般水深 他的游过去的 游过去的 一般水深 他游过去的 但是有这块铁的 他是走过去的 但是一般都是游过去的 啊 他游过去的也很好 我没照过可能照片 他有那个头吗 然后领着的 那个那个排列的也很漂亮的 那个我也奇怪的是 那个非洲式野生动物的天堂 这个是什么原因 虽然环境 但是人少 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动物的天息 我就说 我们南麦就 这些地方就没有这种 对 我想就是这样 这就是 这就算是 这个 我讲是 人有环境 就是这个是 我想说的一个地方 现在我们人类 这个地方 你看 就是哪个国家 越来越多 动物 它在这个地方越来越少 是不是 都给它挤掉了 可是在那个非洲大地 还保留这么多大地在那里头 还可以让它那个繁衍去 它的保护好 其他地方没有啊 你看现在 现在这个中国的澳大亚 倒是都是那样的 几百年前 或者 几千年前 大概我们这边 这个大概也 对呀 也都很多呀 你现在就像我们家里的小时候 你看到老爷都能看着了 你一去都有 现在能看到了吗 都没话 这是那个四川的长城钢厂啊 在六十年代建厂的时候 有老虎 对 长城钢厂 就四川搞三天之前 对呀 对呀 那一代都是老虎 我听我 我父亲讲 他们从上海交大 前到西安交大的时候 在饭厅里吃饭 那个狼住在周围走 他们就敲锅子敲往 对 五十年代狼很多 比尔盖茨 他们推荐了一个 最近最流行的 这几年一本书 叫做人类简史 那个 以色列那个作家写 咱们讲得很清楚 什么原因 就这个原因 人类活动造成的 太多了 造成的 就是我们人类的活动 我们人类是从这边出来的 对呀 我们祖宗都是一个祖宗 结果它灭到我们 壮大以后 把人家全灭了 而且把我们的同类都灭了 那是书上讲的 我们国家不灭了 还有那个八十年代的时候 还有一个打狗英雄 他打死了多少多少是虎 他在打狗英雄 这个打狗英雄 他那个就是打狗 他在打狗英雄 他在打狗英雄 是啊 这就是人类和环境 所以这就是我们 应该学的东西 就算是 现在的东西 你看这么说了吧 是不是 我们呀 这是我们人类学的时候 应该和其他动物共存 你不能把他们的 深入空间全挤掉 所以这也是 就是在那里 我觉得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这起时间 这都没有什么 是啊 对 人类也很美 就是我下相当之心的 那个就是 在大礼文典之前 小熊猫 什么狼啊 抱歉 后来那个 叶克里 树全脱了 没有 你知道我 我这时候去那阿拉斯加 那个那个 那个看着军川 然后就那个 那个航空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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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今天告诉你啊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 我妈 在那个山上 居然都没有什么雪了 我都有照片嘛 嗯 他说你们再不来就已经没有了 这都人类就这么 是 人类是 那是 是 人类是这个 人类我们人类很聪明 主宰世界 所以我刚才说的是 人类有自然法则 当然可能是政治不正确 所以也也不多说了 这是我们人类聪明 是吧 什么都是 有些是违反自然法则的 我们去做的 现在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现在我们的这个科技越来发达 大家越学了越学了东西 但是人类你说是 生小孩最佳年龄应该是什么 这是二十多岁 对不对 我们现在是为了事业 现在都是推 你同胞说的 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生小孩了 那这对我们的基因有没有好处 对不对 那是吧 一儿了呢 那是啊 那是啊 所以这个东西 还有 它那个就是动物 动物的话呢 你看那个狮子 大象 它到了一定年龄 它自己就找个地方 去自生自命 对啊 还有它那个 就是说弱肉强食 当然不是讲是不讲人性 但是它是自然法则 它那个母亲父母 假设你弱的 他不会去帮你的 你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所以它保持它的基因 它在这里也是自然法则 那我们人类 大家都是 做得很好 对不对 所以将来对人类是什么发展 咱们打算去看看吧 哈哈哈 对疫苗一定能打的 疫苗一定能打的 一个是 烟肉飞我一定能打的 打白眼子的 那个立即的一定要打的 还有其他的伤痕呢 反正是 我第一次飞出的是我打了四针 这次呢好像是打了两针 这不是说六十多了 可以打可以不打吗 对对那是 那是就算是 它那个就算是 这个疫苗反应太大了 对啊 我就没打呀 然后没打 它第一看我的证明 就让我进去了 对它这个就算是 这个疫苗我们都是觉得 是一个疫苗 是啊 这个疫苗它就不是要保护的 首先呢就是要先在你身上反应 那么岁数大了 可能就是抵抗能力差一点 你通过了这一关那就好了 就到下次再有什么的话就没事了 假如说你通不过 那就是很危险的 所以它到了一定的年龄的那个了 反正我就是觉得 我们大家都不是太年轻了 以后就是后面的路吧 大家就是多多往外走 多多出去看看 对对 让我们的眼界多拓宽一点 多享受一点 是啊 假设大家要是这个 这人应该去看看的 这个应该去看看的 是确实是 在这里看着去 我当时说了 就是我们当时说了 啊我们可能就是这个 最后一次去 其实我还想再去 但是我想在世界上 这个地方还很多了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有几个遗憾 对对 我又想到 想象了有几个 那个所谓的大片子 我们拍牢 蓝汉人它不同的季节 也可以拍不同的东西 而且它就是说 是有给你心上的震撼 还是很多的 您刚才那个主持人不是说 您还有几个地方没去打算去吗 还有哪几个地方没去啊 这些去没去的地方多了 都想去啊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世界七大奇观那个 现在是去到两个 今年是2月份要去第三个 然后明天就说南美 南美那几个奇观 你跟着去了 不是 马出比说我这次还真没去 还没去啊 不是 那七大奇观 那几个没去呢 不是没去 因为我敢去的时候 正好敢上雨季 啊啊 就不能去 那是我也准备明天 但是我要上去 南极到那里面我要去的 做下风略什么季节 对啊对啊那是 你说明天是2020年吗 2020年对 因为南极的话呢 今年已经是晚了 要是南极的话 就12月份 到2月份之间 要去的 所以今年的话 可能就是 就是太晚了 那边 马出比就不能赶到雨季去 是高原吗 那马出比就太有点了 三千多看看 我看大家都非常感谢 就我建议没去的赶紧去 你去了肯定是为后伟代 我跟你说 去你跟回来 你觉得很值 肯定是值 就是我们当时团队里以后呢 就是有几个 他马上就说 他要带他的家属去 因为当时我们都是 几个摄影的爱好的人去 他们都说要带家属不要去 我们需要另外一个王一彩 我再说一句话 就是南美洲的那个 那是太震撼了 因为去那以后 你真的觉得 我们人类 我就绝对相信 绝对相信 我们这不是第一个人类 因为那么大 怎么你可能是画出来呀 而且画的一个猴啊 画的一个蜘蛛啊 那大得不得了 只能在飞机上往往下看 真的真的特别震撼 就这个 就是纳斯哈拉 你一定得去 你那个字是不是写错了一个 非洲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网告 对 你们谁要再去 马丘比丘 我跟着去 是不是 对对 我跟着去 马丘比丘 那是民间计划 那是其他奇迹之一都应该去 男男 这个时候一起去 一起去 那肯定南美给人得去的 蛮都没去的 对 但是那个徐博士 我们那个 东归的他是赞助我们了 给我们那个 我们那时候给他造了很多照片 他那个 那个影响 我可没拿到 我那个没放 我没给你 没给你去 我们也造了不少 他那个药跟那个 那个动物一起造的 我们也给你造了不少 那这个就这样了 还没到时间了 哇 这个什么 第一次呢 就是有点现象 讲完了都好了 又是现在是第二场了 现在我们感谢 那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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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